请回答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们好 我们上次讲到第23页 接着我们讲 23页最后一行 不够光厌赐 明镜要世间 我们接着来谈这个地方 在这里还稍微把我们之前所谈的 做一个重要观念的一些提醒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属于气势间 就是净土气势间 上次也跟大家提的 这个气势间 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 对外在设法的观察 光只是外在设法的观察 你不容易 这样的观设法的清静 它不容易 产生对身心的一些静谱 因为 整个世间下 第一个它是一个 弥陀愿力所成的世间 对不对这是愿力 那加上我们后来往生的 也是因自己所修的敬业 得以相应往生 那对我们现在来讲 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我们了解 最多只是生起一个 欢喜好咬的心而已 那有没有更能产生更具体的一些功能 那十六关间 难道只是观这个设法吗 它不但是一个具体现实 而且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修法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 净土这些项 不是光只是一个介绍 要陈述一个事实 因为再怎么陈述 也不可能如实的 把净土的所有的相貌 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这里面大家必须要能有另外一层的角 额眼光来看 到底谈这些东西 它所隐藏的意义是什么 它在教化上在修行上的意义是什么 那从这里去回头来看 你才知道说那我这样 我如果知道它的原理是这样 那是不是我修的时候就要跟它配合 所以说它绝对不是讲气势间是无情物 那我只是描述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它必须要知道它的本质精神 那这样我们在观这个镜的时候 我们才能用更相应的心来观察它 是不是 因为它还是一个方法 它不是一个理由介绍图 这只是一个介绍书说这里多好多好 不是 它也是一种修法 那在开始讲之前 我举那个余协式议论里面 上次在有稍微有列提到 但我在这里再稍微跟大家提 这里余协式议论里有谈到说 若弃世间其地处所 就是 其地处所 就是若弃世间其地处所 丘坑间隔 就是到处有丘陵啊 有坑啊 有间隔啊 显主难行 显主难行 就是你所处的地方 这样就会看看啊 你到底处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点显主啊 那可能我们过去 嗯 多多少少有点什么 那我们看看它怎么讲 饶主 饶就饶出了饶 其实就是变成就是 经常会感应有这么多 饶主不畏恐惧因言 好 就是说你发现你处的地方啊 秋坑就是高高低低的 好 那很难行走 好 很难行走 所以这有很多恐怖不畏的事情 如是一切是离间与真善过 就是合不来 总是因为你让人家合不来 所以你的地方就有显主 好 你看 七世间跟你的夜报是相连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地方 这个金刚寺是不是有显主 不过还好 我们处在还有车的时候 所以嘛 离间 我离得很彻底 所以要取其好处啊 但那个缺点倒还不是很多 再怎么样 你看 多显主你们都开车上来了 这个所以说夜报这个 加减不来不去 应该还最过不深 不过就是说 我们当然取这个意 在这个世间很难平 但我们就知道说 你看 我们 我们的心性啊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七世间 是不是 所以我一次讲的就是 八世所限七世间 是不是就这样的道理 那从这里我们去看一下 净土所说的这一份完整性 这一份清静性 又是从什么因而来 那所以说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从离间与于 有这种种种高山坑谷的这些阻隔 那当我们离开离间与于的时候 我们就感应了一些 一切通行顺畅 一切合合的国报出来 他接着又说 若气世间其地处所 所处的地就是处所 多诸诸物 就是那些树枝啊树干啊 极毒 这个诸物极毒 就是好像处在就像沙漠 很多的树干 很多的沙漠 很多的刺 这些 无论 孤岗无论有没有谁 无有迟早 和泉干结 土地咸乳 这个土地都很咸 这个丘陵坑前 丘陵坑前 饶诸恐惧云言 如是一切事 出厄于增上我 这个出厄于让很多地方都很干枯枯 就是树也不会长得那种清脆 一枝一枝干干的这样 我们不是有一个老树分压 断肠仁在天涯 是不是有一个 孤藤老树 是不是 我以前会念现在 都是看经典看到那个都忘掉了 孤藤老树分压 是不是 你们也都忘了 我忘你们也跟着忘了 对 小桥流水人家 对对对 小桥流水 不过你还有小桥流水 这个是你 这个是无迟早的 这个和泉干结 这个 所以你这个断肠仁还不是真断 这个才断了 这是出厄于出来的 你看 所以处在一个境 当然有的人是处在这个境 但不受习苦 那是夜报不通 有的人觉得处在这个境 受这个苦 这个夜报就是这样 有人处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夜报差别的 你有照这个夜 也有照这个善夜 善夜当中夹杂恶夜 诸夜道 形成了你各个所处的事情不通 好 接着我们看啊 若七世间所有果树 果无地当 就是生的果无地当 非食皆食啊 就是说我们像不是最近櫻花开 就是十月也在开櫻花 该开的不开 不该开的要倒开了 所以现在树也 这种开花结果也有点混乱了 所以说无地当非食皆食 结了果食 食不结食 该生果食的时候不生 好 这个 这个 这生而是熟 就是说即使他还没熟 但看起来熟 耕不煎熬 四不久停 这个果啊 不会太久 一下就没了 好的现象不会太久 好 圆顶迟早 多不可乐 所以说我给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知道 由这样的例子 环显气世间 为什么希望净土的气世间是这样 你必须要回头去看它的净土因在哪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 请问你现在有几种净土因 以你现在所造作的十善业道或是十不善业道当中 你有哪些属于净土呢 对不对 我们今天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太强调净土的时候太强调了那一份什么 那一份由弥陀悦立的加持接力的这个功能 但其实整个修行的核心原理它还是一个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你看它其实背后整个环节都还是扣得住 我们灭火一句灭巴十一解生死重罪 好 所以西方净土它灭一句灭巴十一解生死重罪 所以它相对来讲也因为灭火的这种亲近心 让你的过去在六根所造的种种罪业也慢慢转才成就净土一年 是不是 那绝对不是说我整个在念火当中我的身心没有转 但我却能感应像西方净土这样殊胜的镜 这因果不大麻 这因果不小麻 那它有弥陀的愿力 但这个愿力的相应处还是在于我怎么样从你念佛这个法门当中转化我的六根法 那你这个因缘业俱足你往生的因缘业俱足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念佛不是 整个念佛是不是有直接对峙六根罪过的意义 有 所以你看法法上面颤修六根颤之后也是求生安养 那也是这样他哪以这个功德来做这种违向 是不是这样就很符合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之前我们课不是在讲吗 整个念佛的往生因缘 当然很多因缘我们会我们凡夫所能测读的 但我再看一下 不管你像我们在做比我求生米勒净土的 但原理一样 你跟这个净土因缘 这个净土是依什么因缘所成 但你本身是不是已经净土这样的因缘 你要能够检查 好 所以我们现在也比较清楚就是说 我天天念佛但我不认为可以往生 你心里会有错吧 那我听我就说没念佛我也知道我必得往生 那当然我不是鼓励说不要念佛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的是不是因生的问题 而是你这一份透过修学净土法门 以后你产生的这种净化的意 这种净化的这种身心的功能有没有出来 但我这样讲是 我讲是跟一般 我们不是十念往生吗 一念往生吗 我讲的当然是在标准上条件上是严格一点 那为什么一定要往这边讲 因为道理是如此 净土法门里面有不可思议的接引功德 有 但我常讲这个接引的部分我们不难 为什么不难 因为你要完全相信弥陀 只要你愿意去的话它已经接引 所以这一部分你放心你不用想 你就这一块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够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心跟弥陀的愿相应 是你的问题 弥陀的问题没有问题 那说我想去 我们在其他课也谈到你想去其实并不真的想去 你一定要好好检视你真的想去还是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想求圣净土 是吗 你这个愿真的吗 你如果真的愿 你如果自信信要一定往生 这个你就不用满意了 好 那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自信信要 我不是常讲说 你自信信要对不对 我真的想活 我不想死对不对 每个都这样嘛 我想我不想死 你是不是自信信要对呀自信信要 但有一点你忘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你想活不想死那一活就会死 一活就会死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如果以佛法的道理 你如果真的不想死 那你应该不要生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厌礼 你应该知道他的愿了 你如果真正的想求圣净土 你既然想求圣净土 你应该有一个观念就能厌礼所 不是吗 你不能两头都要啊 你不能同时喜欢收火又喜欢进土 这个佛也很难 佛怕一拉你也会骨折啊 两手两脚都 不是 两手是向着佛 两腿是绑在收火 一拉很骨折啊 所以佛我就说 你怎么不接你 佛说哎呀 我难说啊 我说你也不想去 我只怕伤害你 你骨盘在那里我怎么拿你 既不想舍收火 竟然你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所以你真的想去 你如果真想去 你收火就放在家 那你想想 所谓什么叫收火 就是你对世间的这些挂碍 世间所有 你不能讲说我现在大部分 就一样还没放 你知道啊 你大部分都放人 大部分都是零散的 那都是利息 本钱你都还没放 你放的利息 那哪能放啊 你最难放的还没放 就是那个最难 那个最挂碍的地方 最挂碍的地方最难放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念 来检测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心 才能知道 到底你有没有真的想要发愿往生 那这个发愿往生 所以我们容易被自己欺骗 你唯有看清楚这一点 你回头去看一下 其实我是有发愿 但我的心不争 那这样我就不会怎么样 我不会错乎自己 我不要以为我的功夫很好 即便你念我念到非常安稳 我告诉你 不一定有用 不一定有用 我不知道有这个例子有没有讲过 我再讲一下 有讲过也不放 他说有一位 他昨天在做临终关怀 他说 他帮助很多位 我们不是有谈吗 是不是帮助很多位 但最后都想求生 我们一听说求生 那求生很好 他说不是 求国命的意思 就是说 就算不管你怎么学到最后 面对到生死问题的时候 很多都想留世间 这个例子也看多了 真的我看很多 原长也是 这个意气风发 我就没问题 碰到死的危险的时候 没准备好就是没准备好 没准备好就是没准备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因为你没准备好 你才会继续准备 你以为准备好了 结果没准备好 就会感慨自己 这一点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 因为热血火有时候也是 不断增长智慧跟你的绝招力 有时候我们微观光谈谈谈 但其实你再看看你自己在生活上的 这种维系的细节上啊 我这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因为这不是要 包括你我 我们不是说要 针对谁的对错 不是在谈这个 而是它是一个观照 观照什么 我是怎样的人 我求生净土 我怎么现在 我怎么还挂在这个 那不耽搁我的功课吗 好 那我们当然有 那我不耽搁我就把你的顶部丢掉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那个是一种对立 而是你发觉你在从你修行当中 你的烦恼的确是转心境 我讲的是这个 你本来心量小变心量大 你本来比人家自私 现在变成比较不自私 那就转了吧 是不是 你比较 以前比较散乱 现在比较不散乱 你会看到很多重功德 从你修学当中 提醒你的圣经 是从污垢里面转心境 这就是公污 所以我刚才讲说 如果我们从这个点上来讲 因为我们谈到刚才的那个 这个离间语啊 书恶语啊 乃是这个奇语啊 会有这样的佛报 那同样的话 我们再修学 因为这样才符合佛法的整个圆经道理 那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看 有这样的业报 有这样的恶业 有这样的恶报 那我们现在往生净土 是净土喔 你看我现在跟你讲 净土有哪些书生功德 对不对 那你够不够受用这个 他没有足够啊 那表示什么 我的口语也清净啊 我受用里面很殊胜的果报 我都能受用 为什么我不骑鱼啊 我不出二鱼啊 是不是 我这里面你看还有水 那表示说 而且这个水是非常非常的清净 水起意愿到哪里到哪里 这样的一个水项 跟那个无润泽项是不同的 所以它不是诸而影像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 你看 这样的业报生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这样书生的境界 往过来讲 我们应该有哪些功德力 从这里来看 好 那这个又是理解问题 一个有什么观点 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在我们讲菩提治疗论里面 是不是也有谈到 因为这个观念大家要会用 否则我们读看经典 虽然我们很多地方都重讲 但会会同的还看人 不是每个人会同 我们菩提治疗论讲说 一个功德 以我们这样凡夫要修功德往生 要成就菩提 那个小功德很难成就 所以我们要发大心 对不对 发大心就是要你回向 要你源于一切众生发心 这个东西就会产生重功德力 那功德力就大 好 一样的先行 我们现在应该是积极福德之良 那怎么样积极福德之良 才能成就净土因缘 这又是另外一个三角 否则的话以我们世间为小的善 你想说净土我们用一个例子 你这一生要多辛苦 才能赚一个大块的金砖 你辛苦了好几十年都还赚不到那一大块金砖 对不对 那你现在去是满地呢 满地要多辛苦啊 你那辛苦一辈子都还没那一块金砖 现在去的是满地哦 算一算这样不合啊 你互出的有限去那边享受那么多 不公平啊 好 这一辈子这样赚没多少买一部货车 对不对 那还会坏掉的 你到那边还会飞呢 那个免加油的 那多好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象你今生的劳力努力辛苦 都还得不到一部好车 那你为什么以你现在所修的 可以到那边悔心自在 你认为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所以显然也要学会怎么修 就像福利之良论里面讲 怎么累积福德之良 发心啊 一样的原理你都可以拿到这里的用 你发福利心 你源于众生回向菩提 所以这个回向菩提里面有什么作用啊 当我起这个福利心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一本性会带动六根 那么六根一带的话 十善业道是不是就像都 咚咚咚咚咚一个字就捅进去了 是不是 所以你也要学 或者说你用灵散的 不以佛法亲近义相应的这种心 修起福德之良 难得感应啊 极乐心 你应该发什么 正愿再来的心 那所谓正愿再来 其实就 讲正愿再来就是给福利心给丢进去的里面 对 像如果我们说往生弥乐信徒 你应该要什么 所有想法就是为了去那边 谁弥乐下身做什么 龙华三会 我要成菩萨 而且我希望在现实这个世界里面得到 都是这个心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都是很真实的 所以这个真实心它就会带着什么 因为你发这个愿是很真实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 这个心带着你的六根在走 好 那这不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扫个地 我扫个地就扫个地又没什么了不起 但如果我是起菩提心的扫地 我做每一件事情将此功德做一个回向净土 这个回向净土意义就很深了 我回向的是一种清净的解脱境 我将此一切功德 其实如果你的往生是为了成就活到 你回向净土不就是回向菩提吗 所以这每一件每一件事情 再也不是单一那件事情 是由重罚之润而成就的广大功德 因为如果你不谈这一点 我们经常讲要积极不得知良 但你不会急啊 以你这么一天一天就赚那一点点赚那一点点 你急到哪时候 你恐怕车都还买不起啊 是不是 你那一块金钻还买不起 你还要放进菩提 那没你的份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以菩提心相应 以菩提治良论所谈的那一份 如何积极在一切众生 一切法相焉毅利益众生的这一份心 向着菩提的这样发心 那从事一切处的时候 你发觉 你这一份发心会倒在你的六根处 所以以后 万里你看那么广大功德 我们怎么可能 又要那么殊胜的什么量功德 这个种种庄严功德 都有 那当然是 你这一份心带着六根在造作 那这个造作的时候 就让你的二业一转 善业现前 所以应该要抓起根本 抓起根本来说 这个功德力才能从此而生 所以这又是一个善强 又是善强 所以第一个我们从这里谈呢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这中间 第一个不是光只谈这个有行有量的这些设法功德 而是从这里看到它的因 那我们为了成就这样的功德 因为我们怕于往生 我们想往生呢 那我们应该激起这样的功德 好 那我们现在 那这样讲过来 我们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没有啊 其实 大家要知道一点道理啊 就是说 也不要太妄自毁国 不要太妄自毁国 你不了解 其实 我常讲说 一般众生 道罪 从畜生到 恶鬼到 地狱到的众生 要起一个利益众生 利益别人的心是很难的 对不对 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利益 利益他人 这念头怎么生啊 你看对善恶道的人要弃这个心 也许有些鬼到可以的 但这个都是记少数 现在不但是向着正法 而且发利益众生的心 这种菩提心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说 我们到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无德不记住 但一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听闻佛法 能知道往生见度 这都是过去连接很大无法 我这都敢 好 所以你也同时要相信 你好像觉得你自己还有很多烦恼 可是实际上你也有很大的功能 你已经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广大功的这个前缘 你已经抓到了 你在修的时候 只有一分一分相应的时候 其实你的感应也都产生了 不是不可能 因为你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光是微薄 接着自己不前 是因为你不了解 其实你现在所处的因缘 虽然你有很多轮回因 但同时相对其他众生 你所得的这一份殊胜因缘 其实是很多众生所没有的 所以你要珍惜 你就以这样的心相应 就感应这样的往生的因缘会成熟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文 这个前面讲说 无垢光艳赐 明尽药之间 我们看 十二句明庄严妙色功德成就 是强调妙色 我本何故 到底是因缘何故 其此庄严 见由国徒优劣不同 以不同故高下以信 高下即行 是非以其 是非即其 常人善有 这个国土里面有高下 好地方 所以有人要偷渡 是不是有人要偷渡 因为这里不好我要去哪边 那我拥有这个国土 我这个环境好 你不好 像比如说巴西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这个地方非常发达 可是离圣保罗不要太远的地方 就已经是很多拼命不远 就在一个地区不会太远 一个很发达的 享受物质很高的 但离此不远 就有很多的拼命 那这个拼命就会形成什么 很多人就是 这些拼命 有的一看这些 就容易犯罪 是不是 现在贫富贤书 就会产生不贫富贤 你看 故高下以行 高下即行 是非以行 是非即行 常论善有 有木柜的人 有好的地方的谈的谈 没有人声称 对不对 可不可意境 所以这样的世间的不起整的现象 令众生起分别 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 你 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想要利益众生 我们现在也很多有德之人 想要让这个世间 因为尤其最近不是很明显 贫富贤书越来越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 为何贫富贤书 对不对 开始讨论了 但就是没讨论到一点 也不好 就是这一点没讨论更多 那就是有人就开始起一个心 要从有钱人身上拿钱出来 那这个有钱人就很恨 那为什么会拿出来 他觉得不公平 其实也许不公平 但还有一个很公平就是 还是夜报 还是夜报 因为你如果修食善夜道的话 拿不走 就是跟你叩重睡 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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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来就是就是滚滚滚滚滚滚 滚进来 为了啊 这是你的乳报 躲不走的 你的乳报 你的乳报如果是完全亲近的 他是奴不走的 你可能在账面上有所损失 但十字乳报会跑掉的 你可能表面上术是掉了一些 但起码另外一面又跑进来 因为你 这是你感应的的乳报 不是谁能躲 要是能躲 本身这个福报就不坚固 因为这经典也说 真的福报你都不走 因为如果以活的福报谁都不走 那是无违法成就的 你看我善文提供 我提供善文提供的福报 你如何用生命法给我拿走 那是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在看到 我们也想我们也会顺应世间 我们跟你讲哎呀这样会造成 贫路贤疏啊这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扣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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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实我们同时就请你知道 不是这样 你求人求人再怨再怨也改变不了而已 你不如多修复 那我现在没钱福事 谁说福事你要拿钱 很多东西都可以成就富贵的啊 对不对 你的身后一都可以成就你的未来的福 福德的啊 谁说一定要怎样 你做你该做的事情嘛 像我们正常的话 出家人本身也没什么财力 但这样他是不是故事都就不能做 舍生命最大故事不是吗 是不是 还有你如果多诵金刚经不是也功德很大吗 金刚经说的啊 你拿这个三天四天怎么样布施都比你送金刚经还差的吗 是不是都送嘛 此时夜报一过以后还可以干净啊 你做你现在手分的去做你不要光是满油 因为我讲这个话就是说 世间从世间有很多的同情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它不一定改变到本身 好不好 我不是讲说像现在不是有什么自然环境的变化吗 大家就想怎么样节能节能节能 其实讲来节能节能就是少贪了 少贪就能增长不报 少杀 就是其实只要你五戒 四戒就变化 你看不到源头 你一直在想很多的方法 这个世界气候如何如何一直该改变这些 对 其实有些是治标 但本质会发生作用是因为它的本联在上面 什么本 那还不是从戒 从以善法而成就 它的源头在这里 但有些人讲宗教他不听 好 那干脆我就用所谓吃素啦 用节能减碳啦 用这些 表面是这个 背后隐身善法 因此改变世界 其实直接就修善法不更直接 是不是 源头是这样 好 事故心大悲心 起平等愿 愿我国土光艳之胜 地义无比 不如人天金色 能有夺者 就是说人天的金色经常会被夺 你这种光明啊 光明不是无限的 你说光明为什么不能无限的 我们看看这里的光明是怎样 那人天金色啊 能有夺者 若为相夺 如宁静在金边则不现啊 这个大致敦是讲说若铁在金啊 若铁在金边则不现 不是讲宁静啊 是讲铁 铁在金边 那个铁的光明根本没办法跟金比啊 所以这里引的是 因为后头都一样 那只有这里不大一样啊 所以说大致敦讲说若铁在金边则不现 那这里是几座民静 那其实就是用比对的啊 今日时中金 今日时中金比活在时金则不现 就是说今日这种金跟活在时的金那种光明度是不同的 活在时金比言无纳金则不现 这个就是活在时也是一个现实的金 现实金啊 就是活在的那个时刻那时候金 并不是活身上的金 你活上的金广不是这个 但是讲金则的 那盐弗那金 就是盐弗坛树啦 一种树里面的金很亮 盐弗那金 比盐弗那金则不现 就是盐弗那金更光明了 盐弗那金比大海中转轮王道中金则则不现 就是跟他比的时候他的光又变比下来 转如王道中金则 比金山则不现 金山比须弥山金则不现 须弥山金比三十三天阴弗金则不现 三十三天阴弗金比燕摩天金则不现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拿这里的九九金去那边 恐怕那边店里面卖这种九九的 你说九九呢 九到哪里去 不要 那一笔 笔到最后就不亮了啊 是不是 可见那个光清澈度差很多 那为什么清澈度比叶宝 叶宝差别 我们看三十三天阴弗金比燕摩天金则不现 燕摩天金比多帅陀天金则不现 多帅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则不现 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则不现 他化自在天金比安乐国中光明则不现 他化自在天这是异界之最高的天啊 异界的这个天啊 这个天的金比安乐国的金 就不现了 好 理由在哪里 所以则好 笔土金光从绝构叶深谷 那问题又在这里 你为什么会挡 你知道你的光为什么会挡 生灭 染污 你这一个 你现在所得的这个东西啊 本身还带众因缘 就不清净 所以不清净的时候 既不清净他就生遮挡意 就会有遮挡的现象出来 所以他不清净 所以你看 我们之前有个谈到 我们的光明在哪里 这个光明既是视线于外在的色光明 其实也是以内心无障碍的光明 内心无染灼的光明才能变通测到一切处 这才是重要的地方 所以从结构夜深谷 清净无不成就谷 安乐净土 是无生忍菩萨净业所起 阿弥陀如来法王所领 阿弥陀如来为真上缘故事故 亦无构光艳势 明尽药世间 药世间者药有二种 药二种世间也就是持土他方 所以这里面看 我们要看到这个光明 他的妙色光明 清净通透 你看 包括我们玉界深到色界深 色界深 不同的色界就不一样 不同的色界随着心清净就衍生不同的清净相当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佛陀的光明最大 因为他没有那一份对色法的知识 所以世间一切的色光明 没办法跟霍的光明 是不是 因为他 我们现在有所知识的项目 因为我们讲说 有所知识就生障碍 那他这一个没有障碍的光明 落入于世间世从地的色法显出来的光明 变成一切法不能障碍他 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障碍 其实法并不生障碍 我们还是用我们常讲的例子 梦中的墙为什么会障碍 梦中墙不会障碍 那为什么会障碍 你自己认为它障碍 你执它为强它就障碍了 你如果不执着的话它走过去它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就会生障碍 为什么 你生直 你生直它就隔阂在那里 所以你生染污这个障碍就生了 所以当我们在看 我们经常在观察自己的心量 就像我上次讲的 这个无量无缘通透的就像我们修事无量心一样 它是不是能成就净土功能一样可以吗 以众生观察 以众生不去区别 从亲爱的无关的人乃至到可憎恨的人 因为一切人就是这三十类的 所有人我都平等慈悲对待 你看那个量在哪 那个量没界限啊 像我们现在只对跟我们亲爱的人 那个就是隔在哪里 亲爱的人的地方不障碍 障碍到哪里 会亲爱的人就障碍 所以不断的在心修这种无障碍的 无分别的心 我们可以修事无量心 假如我们同样修波折的话 事不也同时在很多的功德就产生无量现象出来 因为隔阂不间 是不是 当我修 我以波折修戒 因戒产生的戒功德 会怎么解释无量 不施功德变成不施无量 都变成是不生不灭功德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以波折带入不施 所以这样波折一把能成就净土的最根源的功德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用谷底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是不是很有用 就在你一切处 你导入在任一个修行处 都能产生很大的功德 那这样的方法当然不是一般人都能受用 但其实像我们在说 听闻佛法已经那么久了 你并不是不行啊 你只要常熏悉的话 其实这一份是一个巧方便 这个就像刚才讲的普体资料 那是一个巧方便 只是要能得这样的善巧 就是你有钱要投资 像你有钱投资的人不知道要投资哪里 你要找专业 有的专业赚一半的可能还会买错股票的 是不是 那一次比如之前金融风暴 有的人就乱成一堆了 他看不到哪里 那现在你的这个股票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师 我不知道 金礼 这个是什么 分析师 分析师还是什么那个 什么金礼 也什么礼 我不知道 反正你找到的就是 国菩萨帮你理财 哦 理财专员 现在经过菩萨来作为你的理财上面 铁定赚不赔 行菩萨稳赚不赔 对吧 所以一切因为你知道要理在哪 所以显然文法还是很重要 你可以知道说 有的人修得很困难 其实最重要是整个自身产生的障碍 他不能从心开意见当中把它打开 所以这种修行变成 我刚讲苦行是什么苦行你知道 就是 变苦行找那个 像我们很多人修苦行就是 自己创造烦恼 让自己受苦 这叫苦行 这种苦行无益的 怎么修都没有 那个死绕的这样 比如说天下本无事 庸人知老知 这个就是苦行 那本无事不用修啊 所以我们也是在路上 我们在谈到 现在很多的文化历史 都谈到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对不对 民族英雄什么什么 都谈到很多可歌可泣 可是对活不上来讲说 你其实也可以不用歌也不用气耶 你歌完气完拿着写下来又让很多人感动 大家又跳下去 其实天下无事耶 你也不用歌不用气 你也不用那么辛苦耶 你不要把他惹了一大堆 然后再歌再气 这个其实蛮辛苦的 是不是 这个无事道的不是更好吗 你所有幻想世间的种种对立价值的冲突 然后创造很多悲心英雄 其实可以不用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 世间的英雄很可贵 但我们也是要为他悲哀 其实也不用那么辛苦 但我们过去也不是就这样干 一路上就走过来就是做这种事情 然后各有生的价值 那你看包括世界里面很多的族群 民族宗教 产生了一些不当的执着以后 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其实可以不用 但这种仇恨衍生出来的 无止无尽的轮回 看到众生都为了他的理念 还不是全恶 但切 不管他的理念多好 切都受苦 不是吗 想想我们过去 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的心情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希望的是 从以最根源的地方 创造人间净土 那我们创造人间的净土 是从进化人心 让整个人心 从自我强烈的我直观 在我慢当中 那种瘫当中给他解放出来 这时候这个净土才成 也成了让世界里面 我们才知道 这才根本解决众生的苦 所以我们的态度已经 当初我们也很希望成为科学家 希望成为医生 成为什么 现在成为道人 这一位领考第一支援 你看没有人写说领考第一支援 写到了 没有这个 大家都追求 您富贵还继续追啊 那追到最后 其实老和尚还是在家里等着你回来 带着热情到寺庙每到领考期间 就是补卦周谦啊 老和尚在那看牵 像西亚那个牵师 你应该回考的不错 怎么样 那你只能回答这个 可是他知道 他没有讲后头 是不错 以后会明文立养很不错 但有道明是在后头 那后面没讲 因为讲完当然就不会回来 嗯 那你就说 哇 带着非常充满希望 在世间充满这些 然后就开始啊 追求他的一生 美梦 那 可是老和尚已经走下来 等着他梦醒回来 因为 不管什么梦 他都知道一定会回来 所以有时候在看这个世间诗 就是 越看越到最后 不是公子是佛 而是 就是的确看到这个世间诗 从历史过来 到最后就是这番状态 所以也让我们起另外一个心 好 这个是起一个心 如何来正确的安立自己的生命方向 好 这个谈到这个 嗯 就是光明是如此 所以 我们当在观察这个光明的时候 应该依于这种 所有障碍 你看啊 因有障碍故光明不能通透 因心有不平国土不平啊 所以我以内心这种清净 很清净之心 以一切境界不起分别 以众生生悲悯之心 好 然后用这样的心 广观这净土无限的光明 好 这种障碍对立 都没有 这样的情形来看 好 我们这一节先到此 好 好 好